那你們今天來感覺怎麼樣 還好嗎 完全沒有在工作的感覺 真的 因為跟他就會 真的就是私底下那一面吧 對啊 然後剛剛也是 就是沒有忍住就大吼 沒關係啊 這是正常 就是失控反而是正常 我蠻驚喜可以參加這一集的 為什麼 因為就是 畢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級數啊 然後就是也一直被提醒說 不要怎麼樣不要怎麼樣 可以放鬆一點 但是其實就是 我的私底下 差不多也就是這樣 其實是啦 就是上上下下都差不多 然後他其實是我學姐 對啊 他每次在就是戲辦的時候 他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對 他就是會搞笑 然後逗大家開心 我在學校有遇到他 真的喔 對我有遇到你 因為如果你是他 你們都是從校 我們三個都吻他 可是我是主持的時候才遇到你 對 突然今天是同學會 文化三人組 你們知道嗎 來水 先攻 等一下 等一下 剛剛要幹嘛 又有三人的絕招喔 沒事啊 就隨便亂比 選一下 不是我是右前 很堅持 很堅持 對 蛤 我都不知道欸 不知道 我知道我跟她是從校 但我不知道她是學姐 對 我是 你是我學姐嗎 還是我同學 欸 同色 好像是我七六的 喔 學妹 喔 對 我剛出道的第一個偶像劇 我是去客串PDMIT 喔 對 所以那時候 我們有這個淵源 不是 我是單元劇 我是只有出來一下下 但你有碰到我嗎 有啊 有有有 就你們 你是哪一個單元的 忘記了 不是 有碰到他 有碰到 那我們有對到戲 有對到嗎 好像有 好像有 有有有有有 因為我記得當時 就是你只要一來 然後粉絲就會這樣 然後他只要坐下粉絲就會這樣 什麼意思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這個奇觀 什麼意思 要把他站啊 我是政治人物吧 哈哈哈哈 好像是班導師啊 班導師 他只要一直站起來 去哪裡 然後所有粉絲就這樣子站起來 起立 然後他坐下 然後粉絲就隨便坐下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看著 有粉絲在現場 有有有有 那時候粉絲都會在現場 對 常常被我罵 蛤 因為我不喜歡他們來工作現場 也是喔 可是怎麼可以去 對啊 但因為那個地方是公 公 是喔 我們在什麼鷹哥那邊拍 我們還有在那個什麼 很可怕 以前松菸還沒改建前的松菸 然後他們也會跟到裡面去 對 很危險 其實是很危險 那邊暗明蒙了 對很容易被卡到 那時候校園 需要打鹽嗎 沒有 我需要那個 嗨 嘿嘿 見鬼了 見鬼了 那時候第一次校園訪問他 因為他是學校的校友 那就突然間他跟講了一個說什麼 現在雲還會飄進教室嗎 然後我從來沒遇過這個情況 然後 怎麼會沒有 就是我沒有遇到 我就剛好沒有遇到過 所以我就 欸這個什麼意思 好難怪 直接空掉了 難怪我那時候想說 這應該是一個大家都遇到的 對大家都知道了 對然後結果 欸我竟然沒接上 沒事你剛剛說 氣到現在 氣到現在 對阿氣到現在 你好尊重你的職業 你好尊重學長喔 沒有沒有就是 感覺台下的人都聽得懂 然後就你一個傻子沒聽懂 然後又炎雅倫 然後就 可是因為我們的戲館其實都 碰不到雲 對碰不太到 你們是哪個戲館 我們是 我們那是最矮的啊 大人館 那個藝術館沒有什麼 因為文化是這樣 越好的戲會越上面 所以沒有雲 沒有雲 沒有雲 開玩笑 我開玩笑了 欸我們一起中槍欸 因為我們是同一戲的欸 但你們有百花池 對啊 So what 是不是要最好的 百花池的鬼故事多對不對 超多 有不好玩的 超多 那你們下 你們自己去開一個節目聊好不好 我這個節目好像不是這個欸 不是 不是萌仇明星版花池這樣 我覺得Sandy 你們好可以先下班 我們留三個下來 我另外一集就好了 讓他們聊 嗨我是Sandy 無上任務就是哈希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